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女人到了70岁左右的高龄 人生变故会有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可能配偶早已离世 有些女人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度过晚年 有些女人则会选择再找一个老伴 纵观女人的一生 仿佛都需要感情关切其中 相比男人而言 女人更是感情丰富 非常敏感与感性生物 她们需要被爱、感受爱以及依赖爱 是为爱而生的灵魂 那么女人年过70 她们还会需要爱情吗? 宋奶奶,我今年73岁 目前独自一个人居住 这种老伴因病去世之后 我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 我的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老伴在世的时候 只要我身体不舒服 老伴就会对我细心的照顾 直到我身体康复为止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当我的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就只能靠自个硬生生地扛过去 虽然我有一儿一女 但她们都工作繁忙 每个人的家里都有着大堆的家务事要处理 生活压力巨大的儿女们 自顾不暇 所以就根本顾不上我 既然我都帮不上儿女的忙 就不愿意给她们增添麻烦 所以哪怕我的身体再难受 也从来不告诉儿女们 省得她们为我担心 每当我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 只要能扛过去 我就是独自地在家里硬扛 实在扛不过去的时候 我就去医院住院 反正医院有护工 只要舍得花钱 就不愁没有人照顾 每次我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 虽然有护工照理我 但每当看到别的老年人 都有另一半陪伴在侧 我就会异常羡慕 据我观察发现 绝大多数的住院老人 能够随时陪伴在侧的 只有自治的老伴 他们的儿女 最多来看望一下就走了 根本不可能指望儿女们 放下工作来照顾父母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老了 在身体没有病痛的情况下 一个人过日子也未尝不可 但是人是吃无骨杂粮的 怎么可能没有病痛呢 一旦有了病痛 老伴的重要性就不原而已 如果我从自治的内心出发 其实非常想给自治找一个二婚老伴 可我的儿女们 他们根本就不认为 我身边需要一个二婚老伴 儿女们认为 我既然已经是70多岁的老年人 肯定不需要再找二婚老伴 实际上我不仅需要二婚老伴 而且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一个 知冷知热的二婚老伴来照顾我 可是我的儿女们不提 我也不好意思说 毕竟我是儿女们的长辈 又那么大的年纪 说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默默的人寿 不知道哪天才能够有缘 找到一个满意的二婚老伴 张奶奶 我今年78岁 还差两年 我就是80岁的冒点老人 虽然我在别人的眼里 早就已经是大半截入土的人了 但我依然希望给自己找个老伴 并不会因为我剩下的实意无多 就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的初婚老公去世之后 我曾经还有一段20多年的再婚经历 我的第二段婚姻 总体而言还算幸福 除了第二任老公命不长 没能陪着我直到终老 他就没有其他的让我感到不满意的地方 我的两任老公都对我非常好 他们将我当着宝贝一样宠爱 让我尝尽了幸福小女人的滋味 我和两任老公都分别生了孩子 我和初婚的老公生了一个儿子 和二婚的老公生了一个女儿 虽然我的两任老公都对我很好 但是我的儿女们都和我关系不大好 儿女们说我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只顾着自己贪图享受 却没在她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手相助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自私 而是我的一双儿女太自私 我将她们抚养长大 支助她们成家立业 早就完成了我作为母亲的所有职责 凭什么在我退休之后 还要为她们带孩子 帮她们筹措资金 劳心费力 儿子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就让我去她家里帮忙带孩子 他们说顾保姆带孩子 不仅费用高 还不能使人放心 既然我是孩子的亲奶奶 孩子交给我带最放心 而且我帮他们带孩子 不会找他们要钱 我一口回绝了儿子 说我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退了休 可以在家享受安逸的生活 我只想待在自己的家里 一样天年 除了自己的家 我哪里都不去 自从我拒绝帮带孙子之后 儿子从此就和我结了院 他说别人家的奶奶 都是主动的帮带孙子 只有我推三主事的 只顾着自享受 根本就不考虑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我才不管儿子开不开心 我只需要取悦自己就行 我活了一大把的年纪 早就把很多的事情看得通透 即使我劳心费力地帮儿子带孩子 也只不过是做了无用之工而已 因为儿子根本不会记我的好 儿子每隔两年又生了二胎 如果我心愿 将两个孩子带到上幼儿园 最起码要花费六年的时间 我才没那么傻呢 为儿女们无私的奉献 我有自己的独立生活 才不会为了儿女就浪费掉自己的好光阴 女儿结婚的时候 没钱买房 结婚七年之后 小两口终于攒下了一笔钱 就打算买一套新房 新房的首付款还差十万块 女儿就开口找我借钱 我根本不会借给女儿钱 因为我厌恨她当年不听我的话 执意要嫁给一个一穷二白的女婿 既然她当年不听我的话 我凭啥要帮她 因为我没借钱给她的事 女儿就一直地记恨我 和我完全没了母女感情 虽然儿子和女儿都和我不亲 我也并没放在心上 因为那时候老公还活着 我根本不会感到孤单 自从老公去世之后 我就总感觉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儿女们一年到头都不来家里看望我 我每天都是一个人待着 日子实在是寂寞难熬 我多想找一个男人 让我不再孤独和寂寞 以前我从未体验过一个人独自生活 自从老公去世后 我就发现一个人独自生活实在是难熬 只要有一失的可能 我就会给自己找一个老伴 我觉得有男人陪伴的日子 才会过得更加的快乐 总之现在是老龄化的社会 谁家里都有老人 虽然有的老人年过七十 但是他们也是需要爱情的滋润 也需要异性的陪伴 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老了 就不再需要男人的陪伴和滋润 他们依然也有丰富的情感 希望自己能够有男人的依靠 能够被男人宠爱 能够和男人幸福的安度而连 我们需要用尊重的眼光去看待 毕竟每一颗心都需要周围人的善意来温暖他 也希望所有的老人不管在什么阶段都能够遇到真心相待的人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和转发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